中国国民党智库因裁员不足 被迫精简人员 预计将大砍三分之二的人力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 国民党智库台湾政策基金会裁员 就是受党产条例的影响 但党产会主委林峰正确称 这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气得国民党回呛 封条还在呢 身为国民党智库台湾政策基金会 董事长的朱立伦大吐苦水 称正是受台所谓党产条例影响 才让国民党智库举步维艰 不过所谓党产会却有不同说法 台所被党产会声称 没有把国民党智库台湾政策基金会 认定为国民党负水组织 此外选举补助款在内等政党收入 也不会被列管 那从实证的经验看起来 国民党在过去七八年来 有哪一年的政党补助款 被党产会执行了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突然明年就会被执行 我是不太懂这个逻辑在哪里 对于台所谓党产会的说法 国民党发言人杨志余回应说 台湾政策基金会建物在2017年 就被依党产条例遭到查封 迄今封条仍在 也因为这样的查封动作 基金会实质上被认列为国民党负水组织 不但不能投标 更因为捐款者担心被民进党政治追杀 基金会难以对外募款 财务上受到强烈冲击 另外外界也关心赖清德上任后 台所谓党产会还会不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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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委员是有任期 那么到今年的8月底的时候 我们的委员任期确实是到了 这个时候就看政策如何考虑 据台媒报道 台所谓党产会先前向国民党追征 8.6亿元新台币 之后更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清偿计划 并于2017年向台所谓行政执行署 台北分署提出查封国民党不动产 包括现金土地与不动产 所谓党产会已追回超过千亿元新台币 目前还有台湾中投与新玉台的案子 还没完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